皮特森的三分犯规是否是体毛起犯规? 缺少转播机位给CBA联赛带来多少困扰? 本期视频带来新疆南篮和青岛南篮俱乐部杯赛的争议判罚解读 还原比赛过程放大判罚细节 大家好,我是王世角 CBA俱乐部杯继续进行 北京时间11月16日新疆南篮和青岛南篮的比赛 第二节出现争议判罚 王瑞泽三分球出手造成皮特森防守犯规 很多网友认为这个吹罚过于体毛急 本期视频我们将复盘这次吹罚 比赛进行了第二节还剩下一分零五秒 王瑞泽三分线外接到传球三分球出手 皮特森起跳风干 远端底线裁判立刻响哨 吹罚皮特森打手犯规 这次判罚皮特森非常不满 而赛后众多网友也对这次吹罚有意义 我们先确定三分球投篮打手犯规的标准 在非把规则中 类似这种投篮人出手后 对于投篮人的手有接触 就是犯规的案例还是非常多的 比如这次澳大利亚球员投篮后 斯洛文尼亚防守球员 打到投篮人出手之后的投篮手上 立刻被缺乏打手犯规 而下一个球同样如此 投篮人在出手后 在自己的投篮援助体内 防守球员向前起跳 侵犯投篮人的空间 接触到投篮人出手后的手指 立刻被缺乏三分球投篮犯规 我们再来回看皮特森的犯规 当王瑞泽出手时 注意皮特森的封盖手 此时是没有问题的 关键是下面这个动作 第一次疑似打手的时刻 然后右手向左下压 注意下面这个动作 随后手掌向右 双方手上再次出现疑似的接触 但我说疑似是因为 除了目前这个转播角度 已经没有其他的角度 来验证双方是否有确切的接触 以目前的角度来说 只能说是如果最后的判罚是打手犯规 大概率是因为这两个动作所导致的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说 我们的联赛是否应该将资金更多的 放在转播和回放设备升级上 避免类似的尴尬场面 所以假设这次确实是有接触 按照国际篮球规则 缺乏犯规是没问题的 除非有更明确的镜头来证实 双方的确在空中没有手上的接触 除了这次比较不容易判断的投篮人接触之外 在一个回合之前 其实还有一次投篮犯规争议 皮特森持久三分投篮 东阳军在身后的封盖被缺乏投篮犯规 但从回放来看 东阳军的封盖手确实有疑似 打到皮特森的左手护球手的嫌疑 那为什么说疑似呢 因为当转播镜头切换了一次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还是没有适合的角度 来看到这次打手的机位方向 所以两次缺乏 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画面 大致判断裁判的缺乏是有道理的 但根本无法准确的用镜头来验证这一点 转播机位的缺乏也让争议的画面变得更多 让裁判蒙上不白之缘 从判罚上讲 我个人还是支持当执主裁判的判罚的 但是增加转播机位确实是联赛 应该重点考虑的升级措施了 希望这期解读能让视频前的各位 对这两次判罚有所了解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王视角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